嗨大家好我是小曲 那今天跟大家講一下關於今天晚上的 莎莉娜地獄集的成就龍科 生之嗜血龍蝴 那這顆龍科到底要不要拿呢 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他是目屬限定 只要是目屬性的隊長都可以使用 那再來第一個效果就非常的強 無視全體敵人80%防禦力 我記得之前有這個無視防禦力的目屬性龍科 應該是那個生之直流龍斧 那這顆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這顆生之嗜血龍蝴的話一定要拿到 然後再來第二個效果是敵方所受傷害的3% 會轉為我方生命力 那最多可以吸50%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吸血龍蝴啦 就是保命的時候或者是遇到回復變靈的時候 都是很好用的 那再來第三個效果是無視屬性翔克 這個就是當送的啦這樣子 拿來打這個貝克屬的屬性的時候 那打火屬性的時候我覺得還不錯用這樣子 就是從原本被減半變成直接打他就是 原本的傷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顆龍科 基本上來說我覺得算是幾個的 我覺得是可以拿的 他的效果都還蠻實用的 破防吸血 然後無視克屬這個 所以這顆龍科 蠻建議大家拿一顆的這樣子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